那个有个同学上详的时候感觉到是台长法神在开始 请师傅给看一下是真的吗 我给您读一下 修心最重要的就是悟 悟其道理改其行为方为修心 修心就是把悟道的道理运用到生活中去 用佛法去解决人生中的问题 简单的说就是佛法生活化 当你学了一段时间之后 还没有悟出来修心的方法和方向 那就不是真的修进去了 连基本的问题都处理不了 就是没有开悟没有开智慧 师傅有的时候说你们是傻姑娘 其实不是真的说你们傻 其实是说你们不开悟 修心要真修 表面的学佛人做不得 没有一点好处 自己看不清自己 以为自己学得很好了 大家都很尊重我 但是现实呢 师傅怎么看你 菩萨怎么看你 记住 捧你的人就是要毁了你的人 这是真的 虽然你们听不懂 一个人被大家捧的习惯了 就会没有菩萨 只有自己了 大家因为没有开智慧 看到别人很尊重你 你看看 听不见了 这电话线不好真的 喂 都会跑来一起 你听一听 你听一听 然后完了 后悔的日子在后面呢 师傅不是给你们讲过 一个企业的高管 从来没有人说他 永远都是他说啥是啥 听不见 刚刚前面断掉 很疼一段时间 现在怎么样 师傅 现在好了 喂师傅 你从那个 你说傻姑娘这里 喂 喂 现在好了 师傅你听到哪呢 你从傻姑娘后面这里念起 听到了 好好 师傅有的时候说你们是傻姑娘 其实不是真的说你们傻 其实是说你们不开悟 修心要真修 表面的学佛人做不得 没有一点好处 自己看不清自己 以为自己学得很好了 大家都很尊重我 但是现实呢 师傅怎么看你 菩萨怎么看你 记住 捧你的人 就是要毁了你的人 这是真的 虽然你们听不懂 一个人被大家捧的习惯了 就会没有菩萨 只有自己了 大家因为没有 不开智慧 看到别人很尊重你 都会跑来一起捧你 把你捧得呼呼呦呦的 然后完了 后悔的日子在后面呢 师傅不是给你们讲过 一个企业的高管 从来没有人说他 永远都是他说啥是啥 突然有一天 他的决策导致了 计划彻底的失败 结果我见到师傅 跟师傅说 如果我的身边 要是有像师傅一样的人 说说我 跟我不一个意见 我也不会到今天 所以可见一个人的追捧 可以害死一个人 不要骄傲啊 都是来学菩萨的 都是来修心的 要目标看着师傅 看着观世音菩萨 看师傅什么时候 骄傲自满 记住自满为意 意呀 一个杯子 水已经满了 就会往出意呀 这样不行啊 多少优秀的 公修祖弟子 最后 皆是因为大家的追捧 错失了会命 你们回不去了 不可以呀 师傅开示 你们要如履薄冰 修行真的不可以马虎 开智慧是重中之重 不开智慧 度人也会伤了 人家的会命的 比如你根本就不懂 这个道理 你以为你是学佛人 你热心肠 帮助他 度化他 结果讲错了 人家看你们学佛人 怎么这样啊 以后有修为的人 再度都度不了了 所以必须要开智慧啊 白化佛法是基础佛法 是融会了菩萨的 慈悲和愿力 虽然表面上 是我在讲 但是实际上 是观世音菩萨在讲 有的地方 你们看不懂 就多看几遍 千万不能互弄 修心是给自己 修的 不是给旁人 修的 别人称赞你再好 但是你修不出去 也是白白来了人间一世 这一世 你们要是出不去 就是真的可惜了 过多的话 我在这里 不想多讲 师父是希望看到 真修实修的好 孩子 不希望 看到大家骗我 我很慈悲 不愿意揭穿 你们的小心机 但是记住 你欺骗的永远是你自己的 慧命 佛菩萨的神通 都是用来救人的 并不是用来揭穿你们的 所以今天你们这些孩子 记好了 从今天开始 你们重新审视一下 自己的内心 看看到底是不是真修 如果自己觉得 你每一天的作为 跟观世音菩萨的 西方极乐世界匹配 那我恭喜你 是我的好孩子 好弟子 如果谁还在做 表面上的功德 天天被追捧而开心 那么下一个离开的 可能就是你自己的慧命 好了 祝愿大家学佛精进 新的一年重新好好 修 修好自己的慧命 误出佛法的道理 让我们一起精进的 登上观世音菩萨的大 法船 我带着你们 阳帆出海向西行 法船开到极乐上 哈哈哈哈 最后师父做首诗 法体充满观世音 慈悲普度 有缘人 人间多少烦恼事 心灵法门 传佛音 哈哈哈哈 六个哈哈 师父 哈哈哈哈 这个人是谁啊 这个人能够 能够知道师父 法生的是谁啊 这小鸭多厉害啊 男的女的 喂 女的 我告诉你啊 这个人厉害啊 这个这个这个百分之两百 是师父讲的话 这这两百百分之两百 师父讲的话 你赶快把它写出来 啊 师父这是我接受的 师父 哦你接到了 那你 那你很厉害了 那你已经能够接到师父法生的讲话了 这个话里边哪一句不是师父讲 而且很多事情我都是内部讲的 那个 有些话我都根本没对外讲 而且这两天你就知道 我们东方电台那些小孩子 毕叔叔小孩子有一些麻烦 所以我就讲他们这些话 你看全被你接去了 你现在知道 人的气场能量都可以转接的 知道了吗 驾驶人呐 你现在知道了吗 我告诉你 知道师父 你现在知道 嗯 这一段时间 你知道为什么 我们我们为什么 为什么能接到 关心不大的气场啊 现在明白了吗 喂 嗯 就开开开 开悟了就能 能接到 我也不知道 我师父 喂 你说说看这些话 你写得出来的 师父 你说说看 你这些话 讲得出来不了 哎 喂师父 我问你 刚才师父 我讲不出来 师父 我当时是 我讲不出来 好了 我是看完一篇 嗯 师父 明白 师父那我提几个问题好吗 讲吧 嗯 我提几个问题 嗯 修行最重要的 就是悟 悟其道理 改其行为 方位修行 那请问师父 怎么 悟其道理 明理之后 才能把行为上 更好的做到 悟可改呢 开悟了吗 才能改啊 不开悟怎么改啊 嗯 你从意识当中 都不开悟 你怎么会在行为上 改变你的自己的行为呢 这还不懂啊 你嘴巴里修得 长得修得再好 你心里不改 你没有悟性 那你说你行为上 会有开悟的行为不啦 你今天 嘴巴里说要做好事 你心里没有真正知道 做好事的意义 你说你的行为上 会做好事不啦 不会 必须得 嗯 你表里如意 嗯 好了 对吧 嗯 师父 我明白了 那个 我再 再问一个问题 啊 当 你学了一段时间 之后 还没有悟出来修行的方 方法和方向 那就不是真修 那请问师父 这里说的 一段时间 是否有一个就是说 时间段一年或者半年呢 还是需要我们经过一段的具体时间 看看自己修行 是否有进步来调整自己的修行方向呢 这是根基 嗯 根基不好的 一辈子都开悟不了 根基好的人 嗯 一个月一星期 一天 都能开悟 明白了吗 明白师父 懂了 师父 下一个问题 记住捧你的人 就是要 毁了你的人 请问师父 别人捧我们时 我们应该如何调整心态 去除功高我慢呢 人家捧你的时候 你是没感觉的 因为你喜欢 所以你就不会 有这种防范的心 人家说你好 你说谁会防范呢 人家说你不好你就防范了 这是一般的凡人所作为 凡夫属子 如果真的有智慧的人 如果真的有智慧的人 只要人家在捧你 你就要当心 对不对啊 人家说你不好的话 你就要开心 对 对 对 你不叫开悟啊 对啊 我看你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能接到师父这么多气场 还能接到这么多话 把昨天这两天师父想说的话 全被你拿去了 吸收进去了 好了 这个师父 师父是我在看那个台长的白话佛法 看完之后 然后我就突然之间 我就形成 我想写一个那个自我的分享 然后结果我这一写 我就是感觉是师父在开始 因为我看这个 这些话都不是我写的吗 然后最后 而那个就一 说做事 还有那几个哈哈笑的时候 往我就是一年当中 我就看到台长的法声 跟观世音谱了 然后就在我们家佛台上在笑 然后我就觉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之就好好寻 然后师父 我再问这份问题 就是记住棚里的人就 讲呀 师父请讲 那那个就 就是说 当我们从表面上看到一些师兄修得很不错的时候 那我们在战畅的时候 怎么把握这个度啊 嗯 怎么把握这个度 人家说你好 你不能阻止人家 人家说不就说了 不要听进去就好了吗 人家骂你 你也没办法阻止人家 哦 明白了 你不要往里边听进去就好了吗 很多人怎么会的 被人家捧啊捧啊 捧到来自己不知天高地厚了 以为自己在人间就是菩萨 以为自己就是佛了 很多高僧大德被人家捧啊捧啊 捧到最后不知天高地厚嘛 结果嘛就 骗了呀 修骗了 听不懂啊 依法不依人啊 你比方说你今天讲师父这么多的话 不是说师父 师父讲出来的话 哪怕你今天刚刚传达出来的是 不如理不如法的 那也不是师父讲的 也不是师父 听得懂吗 不要让他做老师 如果这个话讲出来 不管是谁讲的 只要刚刚讲出来那废话 这个人就是如理如法的 你就可以跟他学 听不懂啊 什么烂电话 听不懂师父 你怎么办天不讲话呢 我们再下一个问题 请问你 怎么样才能那个跟 讲讲 师父 能听到吗 请问师父 师父 喂 能听到吗 师父 我就让你讲啊 你就继续讲啊 那个请问师父 师父 我想问一下 怎么样才能跟观世音菩萨的西方极乐 世界匹配呢 如果才能不断进步 达到这样的作为呢 你说你 你匹配不了 师父 你说你哪年哪月会匹配啊 你心要像佛 像菩萨 你做到什么像菩萨了 你做到什么心像佛了 你哪辈子能能匹配啊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的不断地修 明白了 话都讲不清楚 你怎么读人呐 你怎么读人呐 如果师父像你一样 你告诉我怎么读人呐 我跟你一样 话都讲不清楚 我要跟大家开始两句啊 大家要跟着路太长 学性灵法门啊 大家要匹配跟父 坐在一起啊 话都讲不清楚的 大家跟着我去啊 我准备带你为师 跟你好好学了 哈哈哈哈 你看 反应 你看慢的嘞 反应慢的嘞 哈哈哈哈 你好好动脑筋啊 要多学 多看 多练 讲话们要多练 脑子们要多动 嘴巴也要多练 心态要多学 明白了吗 啊 明白 明白 自己也知道 什么鸭子叫 啊啊啊